好 年菜讓你幸運一條龍 全家搶先預購 要搶就要快 每年的年菜總讓人傷頭腦筋 想到餐廳師卻是一味難尋 貼心的全家便利商店 聽到消費者的聲音囉 特選許多頂級年菜 在全家就能預購 現在就來瞧一瞧有什麼好料唄 那我們選用的是 這個上等的豬前腿 那還有我們獨門的一個醬汁 久丸宮廷醬 這個是慈濕太后御用的一個醬汁 運用在這個豬前腿裡面 讓它這個豬前腿的一個肉質 會變得更豐富 你看看這就是祕傳的宮廷料理 真的猶如燦爛的金磚一樣 我們來聽洪大師的解說吧 我覺得很不容易 那它煮得非常的軟嫩 而且那個肉精入口即化 的同時它的皮還很Q 我很值得推薦這道 首先將原鴨旗鼓 並將八寶油飯釀入鴨身 縫合封住封口 並以180度滾油將鴨炸製成金黃色 再放入蒸爐蒸三到四小時 就是一道經典功夫名菜 八寶鴨是正宗的上海菜 吃完會不會看到上海灘呢 我們來聽聽評審講評吧 那這道菜有沒有 它這個整個鴨肉上面處理得非常好 因為它很嫩 那也不老也不柴 再搭配到這個獨門的醬汁裡面 它在口感上面層次了更多樣化 很棒 首先我要介紹熱排的部分 熱排的部分呢 我們是原前上等的豬熱排 醬汁的部分呢 我們採用的是骨坑的柳丁的原汁 搭配它的濃縮汁的部分 這兩個搭配起來的話 會有柑橘的香味在 跟肉的一個搭配呢 是非常非常的適當 跟恰當 好香好農的豬熱排 還有口水都不小心流了出來 來聽聽黃老師給他什麼樣的評論吧 我覺得這個熱排 在烹調上面處理得很得意 因為吃起來不是那麼的柴 它利用這個橙汁的酸性有沒有 讓我們這個肉吃起來有沒有 更凸顯它的甜味 對 所以這道菜很不錯 新泰卵是一道紅棗養生料理 手工加紅棗去籽 將入蒸熟的粉糕 成為一道可口美味的上海點心 看到這道菜心真的都軟掉了 我們再來聽聽評比吧 那我們今天要推薦的這道是 上海的新泰卵 讓我想到一首歌 新泰卵 新泰卵 這道菜真的做得不錯 而且它是甜點 冷的 熱的都很好 看完這麼多年菜 是不是每到都想給它嘗一下呢 別急別急 現在只要到全省全家便利商店 就可以進行省購 想要讓家人龍年行大運嗎 那麼就先從過年的年菜場 先來著手進行吧